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最近都很了解国土计划已经启动 国土计划启动的时候同时大家注意到 我们全台湾都计划的所谓计划人口超边了六百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各位可以想想看 在六都的现在的实质人口到未来的计划人口 再加上我们现在国土计划里面有的各个大大小的都计划 它的总计划人口已经超边了六百万 接下来我们要知道国发会的人口趋势统计 今年开始已经是一个逆成长了 这个逆成长就表示说未来我们会高龄少子化的越来越严重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底下我们要怎么去思考都计划 为什么还要有新的都计划 这老实说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加上你现在有的国土计划底下 如果你很认真的去看这个国土计划的逻辑 比如说刚刚桃园的例子 你现在有很大量在国土计划里面是属于龙三的土地 可是它偏偏在上面架了一个叫做捷运 每一个捷运站的周边很可能都暗示着未来会有新的都计划人口 所以它背后基本上就是在打脸国土计划 也就是国土计划跟基础设施之间 事实上是脱钩的 老实说我们做的都是计划的这个逻辑 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去面对 特别是我刚刚提到 人口趋势要怎么来算计 我其实很想要提醒各位一个非常真实的状况 就是淡海青史证 从原来开始的计划人口30万人 到现在整个居住已经30年过去了 不到3万人 这个过程当中 你知道国家付出了多少的知悉 老实说很多人认为所谓的 居然症是一个自传的机制 可是它动用了非常大量的平均地权基金 问题是在过去是所谓的都市扩张的年代 平均地权基金是一种投资的 如果我们现在去想像 未来开始是一个减缩的年代 我们为什么可以让平均地权基金去 进行这么腐烂的投资 谁来看它的财务奉献 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资产 那我觉得这个后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需要 做评估就是说到底台湾有多少 因为区断征收而划定的都市计划范围 现在实质真实的居住人口 跟原来进化人口的落差 或者是某一些科学园区 到底它真正工业用地 它到底真正开发的强度 跟原来预设的有多少的落差 这些都没有进行评估或者是任何的检讨 我们现在还不断地在继续的扩辨都市计划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 而且我觉得是完全违逆国土计划逻辑的一个结果 另外有一个我认为蛮值得谈的就是 都市计划很相信一种所谓的理性 这个理性常常会导致一个叫做整体规划 英文叫做Master Plan Master Plan这个逻辑暗含着就是移屏式的开发 就是一切当作它都存在 全部移屏时候 几乎每一个区断征收导向的 都是计划都这样做的 那我们自己在学校的教育计划 说实在我们请学生去跑田野 去理解所谓的社会、人文、经济 各种各样的面向 但是到最后说OK全部移屏从来 这到底我们要怎么教 我老实说在这个逻辑底下 我不太知道我们都计划的 所谓的知识系统到底就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到最后 预估的居住人口是决定了一切 包含所有的居住设施 要怎么去服务这个所谓的人口 但是我们现在整个开始 检缩的程度以下 这个总体计划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所谓计划导向另外一个逻辑 就是当他不愿意加入区断深色的时候 他叫做提出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有一种叫做多元的配套 来进行一个都市计划的整体的思维 跟我用一个master plan 然后最后说你不要好了 我把它剃除掉剃除掉 就是挖几个残疤掉 这个东西怎么叫做master plan 那里面居住的这些人 其实会变成一种破坏之地 甚至讲难听一点 它会变成一种惩罚区 比如说是你不配合我的 所以我挖掉你 你旁边那个土地的高层 我帮你处理 你的容积建立 我用最低的计算方式给你 所以留在里面 我不愿意交你的游行规则 到最后我是给你惩罚的 这个是应该要有的 所谓的肚子计划热情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那我觉得应该要来检讨的是 如果真的要谈开发 为什么不是多元的开发手段 譬如说原来在谈摄子岛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个叫nine shadow的版本 跟后来现在这个完全一平式的 美其名叫做生态摄子岛的这种结果 这两个差距其实很大 生态摄子岛现在就要把它叫做提出 把几个东西挖掉 但是它原来谈多元开发手段的时候 其实逻辑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第二点我要提出来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因为续段征收 特别讲叫做全聚续段征收的原因 这个计划真的就被地层给绑架掉了 接下来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也要提醒的是 我们一直在谈宪法车补条里面的基本权力 除了参与权之外 生存权工作权 怎么来看生存权工作权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在台湾比较少在宪法被看见 但是在联合国经济社会 文化全体公约里面 特别提到的居主权 因为我们现在看财产权 有另外一个危险的地方是 我们会让所有的真正的价值回到一个人手上 叫做地主 所以用很多非在地地主或者是财团去买一圈地 但是这些人从来不住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们决定了这个地方的未来 真正居住在里面的人他没有权力说话 乃至于到最后一辈子住在同的地区 居然因为一些非在地地主或者是财团 对于一个土地的战法而被虚拟而被破坚 在经济社会文化全体公约里面提到 居住权是一个安全和平跟尊严的 居住在某处的权利 所有人都应受一定程度的保有权保障 他的英文叫做security of tenure 那确保得到法律保障而免遭强制驱除 骚扰跟其他的威胁 这是联合国的公约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的宪法 其实至少我们要注意到 财产源之外的生存工作权 很多人在一个地方不只是居住 譬如说在柿子岛 其实是很多人依赖他的农业 或者现在的一些传统工厂 这一旦开始进行虚拟征收之后 很多上下游的产业会连带的完全被剔除 这里面的工作机会怎么办 这里面的人原来的生存权利怎么办 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法律上 我觉得需要保障的另外一个向度 那我其实最后很想follow 刚刚前面两位低层界的前辈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低要性 因为现在在谈很多的台湾的区断征收 又把另外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做法 叫做先行区断征收 也就是说在都市计划 主要计划新部计划 真正发布实施之前 他就要征收了 那他的逻辑是说 如果你先公布了 发布了这个都市计划 土地的价值会被炒作 其实他老实说背后 其实就是为了要加速这个程序 为了要加速这个程序 而进行先行区断征收 日后如果在法律上有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行政诉讼法 人民其实可以去控告政府 对于都市计划 现在实施内容的不公不义 但是如果真的人民胜诉了 他要面对什么局面 是一个已经被先行区断征收 而且重新被配递的结果 那这是什么意思 即便你胜诉了 就像刚刚代老师讲 回不回的去那个状态 但是这些保障 事实上对于人民来讲 是一点点基础都没有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多魔鬼 在细节里面 如果我们不是真正到那个程序里面 去理解他的各种各样的思维跟作用 在知识不对等的状态之下 很多人民是不知道政府在跟他玩什么游戏 这样子的规划 你不要说什么探索也参与 连基本的对话都无法形成 因为这种不对等 是政府完全不懂地方知识 人民不了解专业知识 所以到最后人民只会变成棋子被吓 他永远都不会去真正的玩家 真正的玩家躲在背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 一个未来国家的一个险境 因为我们日后不是都市计划的被地震绑架 也是整个国家被裁判绑架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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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